下午讲文诊 第四章文诊 文诊就是听声音 这个声音有两种 一种是正常人具备做的 就是华音 说话 呼吸 心跳 都有一定的声音 乃至长鸣 有一些是我们正常人 不在病里面不会出现的 那就是病变的声音 人人都有的声音 注意要分辨的强弱 高低 轻着 缓急 这个以外叫华线 病变的声音 看看病变声音有什么特点 通过这些来诊察病情 听声音 第二个它是修气味 不仅是听声音 还要修病人体内发出什么气味 或者是病史里面有什么气味 或者它的昏闭物排泄物有什么气味 所以文诊是即包括听声音和修气味两部分 第一节听声音 首先第一点 就是有什么声音 常声的特点 正常声音我们说话 画出来的声音的特点 华声直然 声调和唱 柔和圆韵 语言流畅 银大之鱼 言语一胡 你心里想说什么才能说什么 不能够口是心灰 是吧 那就不是正常的现象 长声应该是这样一些特点 那么个体上 因为每个人的年龄性别等级不同 可以个体的发声呢 有一些不相同 有的男童子一般 声调比较低 阻 语的一般声调高而比较轻 儿童坚立而清晒 老人恢厚而低沉 年龄 男语 有一定的差别 个体差异 第三个方面 它是可以因为情字变化 可能有一定的 声音会有一定的改变 昏怒的时候 说话身高气抽 悲哀的时候 可能又不怜受 喜悦的时候 可能非常和缓 快乐的时候很虚畅等等 可能听这个声音呢 因情绪的变化 适当会有一定的改变 在昏怒的时候说话 或高兴的时候说话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不同 这都是一些正常的变化 那么病变的声音 在发生疾病的时候 要注意听取 有没有声音 病能不能够发出声音来 它发生的高低强弱 轻作 轻作 以及取了这种正常声音以外 还有什么病理的声音 比如说鼻鼻鼻子里面 鼻声 声音 惊呼 碰梯 哈欠 太气 等等 这是一些常见到的一些病变的声音 当然哈欠也不一定就是生病了 是不是 就是正常应该也不会打哈欠 那就是阴阳气 阳气不皱 阴气要阴阳于阴的一种表现 不太逊唱的时候 可能出现这样一些声音 要注意发现这些病变声音 第一个华音 要注意华音的高低 华音的高低 轻作 如果说话 华的声音 我们都知道 这个同学应该都掌握得了 高 弘亮 声音是年收有泥的 说话很有泥 声音很高 当然身体健壮 也可以出现这样 那么在疾病里面 声音还是说话很高 很弘亮 那一般是 说明是时症 约症 阳症 声音低 很低 或者不想讲话 或者讲话的时候 不能连肃 说两个字 说几个字 你就没进来说了 不愿意说话 声低 懒言 那多半是虚症 阴症 和寒症 这个很容易掌握 还有一种是 纵症 声音 花音 发得很纵 我们中意叫做 声纵 声纵 声纵就是 划出来 这种闷闷的一种 音调 不清脆 不高 闷 声音并不是小 古代曾经说 它是好像 说话 声音 如从嗡中去 嗡这个坛子 装酒的坛子 装菜的这种坛子 对着坛子 就嗡嗡 讲话 一种嗡嗡的声音 像可能是 这个声带 枕洞 比平户 比较慢 有一种 这种嗡嗡的声音 那说明是什么问题呢 可能是外感 风寒 或者识着 特别有 谈识 谈饮 的时候 他可能 华音的声音 比较重拙一些 昏拙一些 不是那么尖 那么高 因此表示 可能是回气不轩 鼻窍不通 这是一个 华音 看他的高低 远不愿意讲话 弘量 还是不愿意讲话 弹数 还是有力 来判断 寒热 虚实 阴阳 第二个 是阴雅 或识音 阴雅 和识音 声音 是不是 识雅 声音 识雅 说话的时候 声音 识雅 我们叫做 阴雅 完全 讲不出来 他可能讲 但是没有声音 发出来 那叫做 识音 阴雅 和识音 但识音 比阴雅 更严重些 阴雅 它还是能够 发出一点 声音来 只是这个声音 是沙哑的 识音 重一些 识音这种病 就叫做音 古代就叫做音 就是实际上 是发不出音来 口里面 不能够发出声音 叫做识音 新病的生亚 或者是识音 阴雅 或者是识音 我们 礼板教材 都说 这是 精实不明 精实子的 回 回里面 因为 风寒之邪 弹桌的走蛇 等等 精于回 或者是 精细于咽喉 咽喉 也是回所 居管 所以 这就 精实不明 感冒以后 我们经常有的 讲不出话来 声音变了 那是 哄寒 可于 猴 或者是 哄寒 可于 肥 所以精实不明 久病的 诗音 阴雅 病的时间久 慢慢的声音 讲不出来了 那是虚症 中医叫做 筋迫不明 筋迫不明 比如说 猴头结合 灰结合的病人 他有可能 声音发不出来 猴头结合 最常见 我们 各地 有叫做 牙工脑 这个脑啊 脑病啊 结合啊 脑病 这个脑病 他发不出声音 像牙工一样的叫 叫不出来 所以叫做牙工脑 这是属于 筋迫不明 用猴国斗 可以 我们教员 有的 教阁教的很多 郭昌演员 天天要念嗓子 天天在那里唱 是吧 那么他 他有可能 声音会 阴雅 甚至失音 那也属于 奇音 好伤 引起来的 我们教员讲的太多了 猴头结结 猴头水肿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 一般来说 属于奇音亏许 讲话就 好气 好音 所以出现 奇音 好许 认神 魔器 出现了 阴雅 或者失音 这个病 叫做止音 符合把它叫做止音 叫做认神 失音 认神 坏了 七八个月 九个月的时候 胎气 上力 压迫 压迫了以后 也发生了 有这种情况 叫做止音 失音 和失语 这两个开念 要加以区别 失音 是讲的 神智 是清丑的 想 想说话 说不出来 划不出声音来 这是一般是猴头 回习去的问题 失语 是讲的 神智 分美 而讲不出话来 不知道讲话 或者讲出来的话 胡胡头头 不知道在讲什么 在浮言赞语 浮言赞语 那么失语或失音 开念不一样 失音是神智清丑 猴头的问题 也发不出声音 失语是神智的问题 神智不太清丑 神智昏迷 而不能够说话 不能说话 因此中昏啊 脑子受了外伤啊 高热昏迷啊 等等 都有可能出现 失语 第三个是叫做鼻酸 鼻子里面打的酸声 有酸声发出来 这个鼻酸呢 为什么会出现鼻酸 这个原因 也有很多 按疾病来说 可能是鼻腔的问题 慢性的鼻子的有问题 旋樱垂 猴头这个地方有问题 有的这个 睡觉以后啊 旋樱垂就往后倒 影响呼吸 那也出现鼻酸 随之不当 可以出现 熟睡的时候 疲断了 疲劳了 特别想睡觉了 还睡得很熟 很深 呼吸很深沉 这个时候 有鼻酸 如果说作为病来说 最常见是 谈食 谈多 食多 这个鼻啊 喉腔啊 这些地方 可能有一些 谈食 停聚 因此影响呼吸的通畅 就出现鼻酸 打鼻 一般来说 胖子多一些 特别回胖的人 他容易打鼻 也容易睡着 倒上床就睡着了 那个销售的 失眠的人就怎么睡不着 他就很 一下就睡着了 睡着就憨声欲泪 憨声欲泪 那么这种回胖的人 很容易见 是一种谈食 这是在一般地 可以出现这么些情况 在疾病严重的时候 昏迷的时候 也是可以出现鼻酸 鼻酸 那种鼻酸出现的时候 有些说是 这是不好 这种病人不好 当然是不好 神志昏迷 谈谜心窍 一种表现 神志昏迷 昏睡的状态之下 憨声不解 可能是 风谈 谈蒙心神 中虹 高热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这都是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第四个 身影 身影不止 无病身影 那是装病的 那是装病的也有了 是不是 有病的出现身影 哼哼唧唧 哼哼叫 哎呀我痛啊 这么的 身影 身影 身高有尼力 受于食症 剧烈疼痛 久病 身影 身低无力 是虚症 这个和华音声 华音是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结合望诊 结合他的动态来看 如果身影 糊着肚子的时候 当然是糊痛 如果是糊着腮 哎呀 哼啊 痛啊 叫啊 那是牙齿痛 闷心使胸痛 否则腰使腰痛 这是结合望诊的姿态来看 身影 反正是 身影高 心起的 一般是痛 痛症 时症 长期病久了 身影不虚乎 一生都不虚乎 那多半是虚症 第五个是经呼 经呼 痛症 叫一声 身影很尖 很害怕 好像看到了什么 有些眉心的 哎呀 有鬼呀 什么 哪个 哪个 什么 找到了 很害怕 这是一种惊恐 状态 经呼 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精神失常 惊恐 一种可能就是剧痛 也可能剧痛 也可能是高热 甚至不太清凑的时候 也可能推现这种情况 高热 甚至不太清凑的时候 也可以推现 小孩子如果推现 经呼的时候 很可能是受惊 受惊恐 我们上次讲过一个咳取 那个病 小儿咳取 咳人来到的咳取 取离患上 那一个取字 续心旁 这个中午下午的那个五字 咳取 咳取就是因为受了 小孩子 见了身人一物 引起来精神 受到的刺激 所以他有时候推现 惊呼 通案叫一声 睡觉睡不好 这种情况 这是惊呼 第五个六个是喷嚏 喷嚏一般来说 是感受风寒之血 经常和流青涕 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 打喷嚏 流青涕 何者是鼻子舌 有的病人也可能是鼻舌 多半是风寒表证 还有一种打喷嚏 是阳气恢复的表现 病的时间比较久了 阳气慢慢恢复了 恢复了 由于他本来是身体虚弱 现在阳气恢复 说明打喷嚏 实际上是我们阳气 正气排除邪气的一种表现 如果没有阳气 不能够排邪气 没有缓阴 他也不会打喷嚏 所以打喷嚏 它里面要有很大的压量 一个喷嚏打出来 那说明有阳气的恢复的表现 也可以出现 这是喷嚏 第七个是哈欠 哈欠是昆砖油碎的一种表现 引阳于阴 阴气要引阳于内 阳气要张开目 要引阳去外 阴气要把阳气引到里面 实际上就是人的大脑 一致和兴奋这个状态 是一致 要处于一种一致状态 想睡觉了 这是一种哈欠 如果是病里面经常出现哈欠 在疾病里面出现哈欠 一般是在困断 精神疲断的时候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哈欠 那疾病过程里面经常出现哈欠 经常出现哈欠 瓶瓶不止 哈欠不止 上海那里面叫做手欠生 打哈欠你要生懒腰 这叫做手欠生 手脚都要生个懒腰 打哈欠 那一般的也还是什么问题 还是一致 处于 一致很高 大脑处于一致状态 因此还是受于阴神 一致受于阴 心魂受于阳 阴胜阳躯的一种表现 第八个是叹气 哀声叹气 哀声叹气 爱声叹气 那都知道是一种心情不愉快的表现 那么心情不愉快 勤字不虚 中医一般认为是甘气于节 甘于气质 甘气于节的一种表现 这是第一个 讲 滑声 滑出来的这些声音 是不是它的声高声低 或者是滑出来一些 不应当出现的声音 这就是发声 第二个是语言 第二个讲语言 语言是讲的 说话的这种表达 是不是清丑 营大的能力 不是说它滑不滑的 会不会说话 声音的高力不是讲这个了 声音的高力在前面 第一个声音里面讲的 这个语言是讲的 说话表达能力 透词是不是清丑 言为心生 这个言语言 是不是反映了心神正常 所以重点是 如果出现了语言异常 是心神的一种病变 是心神的病变 一般来说是心神的问题 丁堂上常见到的 语言异常有哪几种呢 一个叫做瞻语 神分瞻语 瞻语 瞻语它的特点就是 神是不太清楚了 完碳不清 或者是不太清 高热的时候 甚至 你说完碳分泌 它没有分泌 它还有一点点疑似 说话语无人识 声高有力 声音比较高 说话有力 说出来的话 语无人识 这是受于邪热 弹热咬神的表现 受于实证 高热的病人 弹蒙心神的病人 都是已经到了 心神有问题了 一定是影响到心神了 由于它的声音高 说话有力 传声当然也有高热之内的实证表现 因此多半时间 实证 上海论里面讲 实则詹语 虚则证生 实则詹语 虚则语 我们中医界 我就看到一个 两个很有名的老中医 两个不谈结 一次开会的时候 两位老先生在一起了 第一次是张老先生 受了那个李老先生的气 上次开会就受了气 这一次李老先生就有意要包护他了 张老先生一来了 开会啊 大家开会 张老先生开会讲了 我讲了 我先走了 这个李老先生 你年龄还不太大 怎么这么就走了 还活几年吧 就说你还活几年吧 这个张老医生 干什么 正式的会议 不要 不要乱说 不要回光返照 不要说詹语 就是有两个就在那里兜嘴 兜嘴啊 那么这个詹语说明呢 是声音高 神昏 是种实证 这样的表现 那个先生 他额天马把这个扇子还移破 正式的会议 不要胡言赖语 不要说詹语了 你这回光返照了 所以这个 我们在年轻一些 当时年轻的 听到就 这两位老先生 都这样的 不礼貌啊 互相吵架 这个詹语是实证 说明声音高亢 神志不太清楚 还有一种语语 语语是讲 谁着呢 说胡话 这种人经常 可能自己不知道 多半是什么问题呢 有很多原因 神不守舍 心火 胆热 心胆的火热之邪 为其不活 常见是这样一些 也有的不是这样 他有的是习惯性的 经常就出现说胡话 说胡话 有这种情况 如果说在病中出现这种 睡着了 就胡话的讲的 那一般来说 可能是有惹 为其不活 神不守舍 这样的一些表现 第二种是正生 正生 詹语或正生 这个正生 为什么叫正生呢 事实际上 这个正生 这个名称 是在春秋 咱国的时候就有了 当时有一个 真国 说这个正国 那是欺负这个正国 正国 欺负他 说这个正国 对人唱歌 说话呀 声音不好听 难听 所以说话正生 正生 这个正 为什么叫正生 为什么叫正生 是因为很早以前推现的这么一个名称 正生 是神字也是不清丑的 神字也不清丑 语言重复 时淡时寿 声音低弱模糊 病情很重了 讲话 讲一对 等一下又讲一下 不知讲的什么 听也听不清楚 你说没讲 他在讲 没讲 就说毛主席最后死的时候 他倒不一定是正生了 他是神 他那个老年 整在麻痹 拍进生事病了 说话不清楚了 说别人都听不懂 只有这个江青听得懂 听得心了 昏得心了 毛远心啊 就听得懂啊 那些人到底说的什么 说不清楚 听不清楚 所以正生是讲的 病重的情况之下 声音低 模糊不清 时时地说这么一句 说了又恍惚地说 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神之不清 瘴气衰竭 心神散乱的一种表现 瘴气衰竭 心神散乱 和那个 他的声音就表现为正生 他的动作动态上会表现为什么 可能就是寻衣摸床啊 搓空理线啊 那种表现 经常正生可能是寻衣摸床 坐空理线 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 那么这种说明什么问题呢 虚衰 虚弱 虚弱 上海诺里面就讲 虚者正生 实者沾与 虚者正生 手虚正 声音又不高 当然手有虚正 虚的正生 还有一种叫做夺气 正生里面还有一种夺气 那个夺气是讲的什么问题呢 它并不是神字不清丑 是讲的声音很低 声音很低 其胆不受 诱言而不能敷言 又讲话 讲了两个字 没有声音了 讲两个字出来 有前有头无尾 那个头也是很轻的 讲话 根本上后面一点都听不到了 那这种表现也是虚弱到了极点的表现 中气大虚 就是心会上交 没有气 讲话 讲不出来 不是神字不清丑 但是他的表现和这个神字不清丑 他的病理是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那个也是脏气蓄血 这个也是气很虚 中气大虚 是一种虚正 这个是相同的 表现不一样 第三个是斗语 斗语 就是一个人 难难自语 自言自语 一个人在那里 我不知道讲什么 不知道讲什么 见到人来 他就不讲了 手尾不相应 他自己没有一个正常讯息 我这个地方讲到这里了 下一句应该讲什么 我去先讲到哪地方被打蛋了 我现在又要讲什么 没有这种正常 这不是正常 是种神之错乱的表现 神之错乱的表现 我们讲神难就讲到这种表现 神难的表现一种 第一种表现 往往是直言直语 难难不休 疑难不休 颠病 愚病 很可能出现这种表现 疑于心精神病 疑于心灵精神病 情之疑于 一个人繁超不知道讲什么 往往属于阴症 和那个狂 叫 呼叫 打人 骂人 相对 来说 他属于阴症 属于阴症 不可能 神之有影响 神之有影响 但是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分霉 不是神之不轻 他的神之好像还是轻丑的 实际上不太轻丑 有点糊涂 这是经常见语 颠病 我们讲 死神 这个神难里面就有这种表现 这是斗语 第四个是错语 神之是清手的 经常讲话讲错了 讲错了 他这话讲错了 和我们一般的口误不一样 我们口误 我讲课的时候到时候也讲错 用的讲成了句的表现 句又讲成了英的表现 把这两个字一下口误讲到了 这种情况都有 那么这种人他是经常的 神之清手经常的就讲错话 自己讲的 哦我这话讲错了 又知道 语后自知言错 那是什么问题 也是神气不咒 心气虚弱 实际上这个心气 也是讲的心神之气 神气不咒的一种表现 何者有弹诗 欲学 其子走碍了心窍 这个心窍也仍然是讲的心神 并不是心脏里面 有精神因兽 他思想他们不知道讲那些什么事情 讲出来的话 自己都不知道讲那些什么 一讲错了 知道这种 这就是错语 第五字 第五字 狂言 狂言和那个斗语 错语都不一样 他属于扬症 神志 错乱 语无无能事 狂叫骂力 声音高 要骂人 一个人要跑出唱歌 这种情况 有啊 精神病那种狂操心的 经常表现为是这种情况 狂病 或者是伤寒修学 在伤寒论里面 你讲 亲人愚狂 愚狂 活滑狂 伤寒论里面 深知滑狂 可以是修学的一种表现 不管哪一种 都是实证 扬证 实证扬证 说文梅耀经文的里面 一味不念 语言不必轻受者 是神明之难也 是精神错乱 为什么会精神 神之错乱的 很可能是 谈火雷劫 谈火雷劫 其余划火 扰难兴神 谈火谈热 扰难兴神 蒙蔽兴神 出现的 所以这几种 斗语 错语 狂言 这三种 都受于神智错乱的一种表现 病位都在兴神 沾语或震生 是在疾病过程里面 神智分泌 神智不太轻的情况之下 声音高的是沾语 声音低的是震生 所以这五种情况 都是反映心神的问题 反映心神的问题 有虚有实 所以言语 语言 主要是反映心神 华生 华音 多半是反映 回 回气 猴 这些地方的问题 还有第六个是言简 讲话 言简 语言 也是这种情况 有的习惯性的不一样 生下来 这小孩 特别小孩 喜欢像别人 那个口 有口气的人 口有点结的人学 他也跟着结 慢慢也形成习惯了 一急 情绪一紧张 他就结得厉害 看到个僧人 就更讲不出话来 紧张 唱歌的时候 他都是没看到个结 口气 那是一种习惯的问题 那种言简 我们这种言简 是讲的 神智清丑 思维正常 而透视不太清楚 这就叫做言简 这个言简 在病重出现的 病重色强愈简 在疾病里面 出现蛇子 讲话不清楚 那和一般的言简 还不一样 这个病重出现的言简 语言简舌 讲不清 是轰弹走落的表现 我们讲摄墙的时候 就讲个摄墙语简 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摄子僵韧了 语言就讲不清 为什么会摄子僵韧 也可能是心神 谭蒙那心神 也可能是轰弹走悬的 经锣 少知 讲话不清楚 六种情况 语言有这么六种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